好 继续来关心台湾 这个农委会在上午是在麻豆召开了 文旦跨境生鲜电商企运记者会 而会后呢 受访呢 面对说这个开放美猪啊 引爆了猪农的不满 农委会就端出了百亿养猪基金 希望可以减缓产业冲击 美猪明年初将进口台湾 中央这项决策引爆猪农不满 农委会要减缓产业冲击 端出百亿基金护猪农 怎么用 用在哪 方向细节 还要再会诊猪农意见 但计划书一定会送审 如果顺利年底送行政院核准 明年就可上路 要用白纸黑字保障养猪产业的权益 不过美猪进口反弹的不值猪农 国民党发动反美猪公投 陈吉仲怎么看 只是距离美猪进军台湾的日子 倒数中百亿基金这个长期计划 如何具体落实 能够保障到哪 外界都在等一个答案 而时封文旦产季 台南市政府也攜手农委会 宣布和国内猎商合作 要将在地新鲜文旦 直接宅配到海外 开启海外直销的新企籍 欢迎闻小型刘汉生 许晶一台南报导